记者陈欣于新北报道,媒体选情民调显示,侯友宜在新北市长选举中胜过对手苏贞昌,侯友宜今天早上受访时表示,接下来要继续做该做的事情,随即话锋一转,提到民调中民众多反对深奥然没发电厂的立场,表示自己也一贯反对深奥电厂,但老县长看起来是支持兴建,建议苏贞昌参考民主, 人调结果,尊重民意,否则会跟民意有落差,侯友宜今天早上出席三只小基隆浮城公轮值祭典,参与三只九年一度的八庄大道公轮四活动,强调自己相来反对深奥然没电厂,也建议苏贞昌将自己对深奥电厂的态度清楚告诉市民,尊重大部分的民意,基隆市市长林又昌昨天则炮轰双倍 对于深奥电厂应改为燃气的立场,侯友宜则说,中央应对整体能源运用审慎评估,并好好省私燃煤发电以不符合世界潮流,中央可以好好参考林又昌的意见,他的立场是反对燃煤电厂,也希望老县长一起来,希望能以前进的能源发电, 把关民众健康